各位悠悠大家好欢迎来到希特勒视角 那么今天想和各位悠悠聊一聊 最新恒大海外债务违约将会面临的风险 以及中国政府会采取的策略跟态度 那么自从恒大理财产品爆了以来 它整个形成了全世界关注的一个暴风点 所有的人都在关注恒大的命运 那么刚刚恒大在香港的联交所 发布了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 那么紧接着就在当天 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保监会 分别对恒大集团的风险事件表了态 这个时间点非常的有技巧 因为它是中国的周末 而且还是在晚上的时间 那么一行两会 我们就讲的通常说的一行两会 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和银保监会 同时的发生 这明显的是一种 包括广东省政府 明显的是一种提前的勾兑 这是提前做好的一个局 因为以中共的这个作风 他们在对外发布信息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这种准备 而不是说临时有什么情况 仓促的上阵 因为每一个领导者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确保自己的乌纱梦 确保不说错话 不办错事 这是他们的底线 因为如果他们表态表错了 和中央的意志不一致了 那么其结果就是乌纱不保 那这个风险对他们来说是无法承担的 所以广东省政府迅速的表态 和一行两会的表态 实际上包括恒大 在这个时间点发出的这个 无法履行担保责任的公告 大家都是提前到勾兑好的 那么人民银行的表态是说 恒大集团出现风险 主要是源于自身的经营不善 盲目扩张 境外美元债市场是高度市场化的 投资人较为成熟 甄别能力较强 对于相关问题的处理 也有清晰的法律规定和程序 短期个别房企出现风险 不会影响中长期市场的正常融资功能 近期 境内房地产销售 购地融资等行为已逐步回归常态 一些中资房企开始回购境外的债券 部分投资人也开始买入中资房企的美元债券 中国始终坚持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稳定有序推进中国金融市场的双向开放 有关部门将继续保持与境外市场相关监管部门的沟通 敦促境外发债企业及其股东 严格遵守市场纪律和规则 按照市场化 法治化原则 妥善处理好自身的债务问题 积极履行法定的偿债义务 对于企业汇出资金 偿付 及回购境外债券的 有关部门将在现行的政策框架下提供支持和便利 那么记者对于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向恒大地产集团派出工作组 对此有何评价 那么人民银行的回复是 应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请求 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向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派出工作组 这是推进企业风险处置工作 督促切实加强内控管理 维护正常经营的有力举措 人民银行对此表示支持 我们将继续配合广东省政府 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 做好风险化解工作 维护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维护住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那么证监会在被问到了 这个事件对整个资本市场运行有何影响的时候 发言人讲 恒大集团经营管理不善 盲目多元化扩张 最终导致风险爆发 属于个案风险 当前我国房地产行业总体保持健康发展 大多数房地产企业坚守主业 经营稳健 目前A股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韧性较强 活跃度较高 交易所债券市场违约率保持在 1%左右的较低水平 设防上市公司 债券发行人经营债务的财务指标 总体健康 恒大集团的风险事件 对资本市场稳定运行的外溢影响可控 下一步 证监会将继续保持市场融资功能的有效发挥 支持房地产企业合理正常融资 促进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那么银保监会也做了表态 银保监会就恒大集团 未能履行境外债的担保义务问题 及时采访了中国银监会的新闻发言人 该新闻发言人表示 我们关注到恒大集团对一笔境外债券 未能履行担保义务 义务这是市场经济中的个案现象 我们相信境内外的监管部门 会依法公平公正的处理相关事宜 恒大集团全部债务中 金融债务的占比约三分之一 结构比较分散 其金融投资数额很小 因此这不会对我国银行业保险业的正常运行 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金融监管部门 依法保护消费者 投资者和经营者正当权益的原则立场 不会有任何改变 中国金融的市场化 法治化和国际化的改革开放取向 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那么广东省政府正在依法依规的 所谓的指导都宿恒大集团 及其所属企业稳妥有序的化解风险 积极推动项目复工复产 建成交楼 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 也正在积极参与相关的工作 中国银保监会将认真贯彻 国家有关政策 在落实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的前提下 指导银行保险机构 做好对房地产和建筑业的金融服务 现阶段要根据各地不同情况 重点满足手套房改善性住房案件要求 合理发放的房地产开发的贷款 并购贷款 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支持力度 促进房地产行业和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 那么其实这些个官化 狗化 屁化背后 它还是隐含着一些含义的 其实中国的所有的老百姓 在解读中共的官方的发言的时候 其实都不要看它表面的意思 要从表面看见它背后的意思 从一行两会的表态 他们非常的明确 他们三方的三个机构 他们发出的信息是高度经过协商一致的 首先第一 这个爆雷违约是恒大自己的事情 和政府没有关系 首先政府要撇清责任 第二 他表述的是 整个的境外的投资人 他们是理性的 他们是懂得怎么去看待风险的 所以即使血本无归了 他们也不会像中国的这些个 所谓的投资人一样 去一哭二闹 三上吊 去跟政府没完没了的去上访 那么在这里边 实际隐含着一个特别 无耻的一个说法 因为恒大在境内的所有的资产 都是依靠着 他香港的子公司的做担保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为在国内很多恒大的 他自己的所谓的资产 都已经做了很多的转移 甚至于和当地的地方政府进行勾兑 进入了地方政府的城头 所以实际上 恒大所谓的他的资产 很多都已经不在恒大的名下 是属于次次的在转移资产 境外的投资人 他是不知情的 所以境外的投资人 所谓的理性 是他针对于 所谓他自己投资 这个事实本身的这种理性 但是他对于这种诈骗 他是没有任何的这种预知的 预防的 那么第三点 通过一行两会的这种新闻 发言人的表述 我们可以看出来 现在中共的策略是在 所谓的 过去蒋介石经常讲 在抗日的时候 讲攘外必先安内 现在的做法也是要安内 而根本不顾外 就是说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办法 让境外这个脸就不要了 过去中国一直 中共是采取的策略 都是说我要面子 不考虑里子的问题 现在因为这个里子 如果不保的话 他的政权就不保了 索性他就拉下脸来 不要面子了 境外的该爆雷 就让他爆 这个是可能最核心的 现在的习近平的一个态度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说 要保证国内的安定 国内的稳定 不要出问题 而至于境外的这种违约 那就让他违吧 第四 通过这个整个的信息 我们看出中共 还是继续的在撒谎 表示出恒大的这个问题 还是个案 表示出恒大现在的目前 对于整个它的爆雷 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影响是有限 这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谎言 包括他们提及了 近代房地产的什么销售 购地已经逐步回归常态 这是鬼话 因为恒大作为整个房地产的龙头 它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所有房地产公司都通过过去的这种高杠杆 高扩张 快速的这种扩张的这种方式进行发展 恒大倒了 后面等着的就是一大批的房地产企业会倒掉 包括像家兆业呀 包括像太和呀 甚至于包括像融创这样的企业 都存在着巨大的风险 包括内地 现在目前的违约是批量的 恒大只是刚刚的开始 而随着这种恒大的违约 对海外的违约 所有全球的投资人 都会对投资中国的债券保持高度的警惕 他们不再会相信中国的这些企业 包括此时此刻 滴滴宣布从美股退市到香港去上市 这个时间点也非常的令人觉得蹊跷 那么就是说 现在恒大和滴滴同时的暴 就是为了让问题在这个时间点上一次性出来 把利空出来 好让未来在一段时间内不再出现 频繁的暴雷的这个情形出现 这是中共的一个算起 对于境外的投资人 现在黄尔街的这些个所谓的这些投资人 这些大佬投行的这些大亨来说 他们这个周末一定是寝食难安 因为眼看着自己的投资就可能血本无归 他们过去对中共的这种幻想 包括绥靖现在尝到了苦果 让他们知道了 共产主义铁拳的这种可怕 中共在耍流氓这方面 它是有历史传承的 从它建政开始 它就一直是耍流氓 到了今天 它还继续的耍流氓 耍无赖 许家印 今天 它现在所有的动作 包括向广东省政府请求工作组的介入 都是一种互相之间的 周瑜黄盖之间的这样的勾兑 它现在即使不申请工作组进入 那么政府也不会看着它硬生生的倒下 它也得进驻 为什么呢 因为剩下来境内的这些投资人 如果它马上倒下来 境内的投资人 上下游的 恒大的这些相关的这些企业 所谓的债权人 它都会找政府的 那么政府是承接不了的 所以现在派这个工作组进入 那实际上就是等于 现在提前的要把这个风险 想办法能够化解掉 因为各地在恒大问题上 爆雷之后的这种维权工作 已经受到了中央统一的部署 不允许上街 不允许围攻企业 那么现在境外也出现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境内怎么样确保不出问题 实际上这是马上他们会面临的问题 因为很多的城头 已经接管了恒大的很多的这种楼盘 把资产进入了城头 变成了政府开始去接管这些企业 作为保障房将来去出售 但是让政府去承担恒大的债务 现在所有的包括中央政府 包括地方政府都也没有这个能力了 也不敢做 因为如果这个口子一开 剩下的所有面临倒闭的这些房地产公司 都可能来和政府去申请 我死给你看 其实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的麻烦 还是在未来 就是说因为恒大的爆雷 这些个金融机构 以及表外的这些影子银行的 这些个钱将来怎么去处理 这些债务怎么去处理 因为很多的恒大的债务 它不是透过直接的融资 包括基金公司 信通公司来开展的 而是很多都是通过这种影子银行 甚至于从民间的借贷融资来的 而这些民间的融资借贷 很多也是比如有国资 国有的这种背景 国有企业的这种背景 从银行中来的 所以这件事情将会引发的 这种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将是巨大的 将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一个雷 将会波及到整个中国的金融体系 所以一行三会所有的 一行两会所有的这种表态 全都是在胡说八道 那么恒大事件对中国整个的经济 将会产生的影响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因为接下来恒大只是冰山的一角 未来的太多的房地产公司都会面临着同样的境况 将会陆续的爆雷 而这也将会面临着中国政府将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那么我也有很多恒大的高管的朋友 他们也讲 现在马上面临的就是已经得到消息 就是公司可能发不出来 他们真正的很多的高管也会被限制出境 包括许家印在内 他肯定因为跟这个广东省政府的勾兑过程当中 是许家印亲自出马 所以许家印现在还在境内 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再出境了 这也是整个事态将会面临的一个新的走向跟趋势 也就是换句话说 整个的恒大就会像最初很多外界人所揣色的 预估的那样会缓慢的倒地 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会像我原来的节目当中所讲述的预判的那样 中共会通过工作组的介入比照海航的模式 对他的房地产金融汽车这些板块进行拆分 看看哪些有价值的通过国有的资产管理公司 进行打包 再进行重组 慢慢的去消化这个风险 但是让他承担所有的债务 政府在通过一行两会 现在的表态已经非常明确了 不会的 就是要让恒大死 那么这个中国未来 我相信面临着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外资除了原有的外资会撤离之外 新的外资将会对整个的中国市场 产生巨大的问号 就是因为你的政策的不透明 异变 以及你们背后的这种操作 以政府为这种背景的 对这个企业暗中的这样的一种帮扶 就像你转移资产 你转移到政府的这种名下 这对外国投资人来说 他是完全不能理解的 也不敢去涉入到中国的这个市场当中来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而习近平由于已经铁了心 要闭关锁国了 和整个的境外慢慢的进行切割 所以他已经不太在乎境外是不是有投资了 也就可以笃定的认为 中国的经济将会在未来的几年当中 继续的下行 而且不太可能再有回暖的机会了 所以这将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同时也是个漫长的冬天 以恒大爆雷作为他的开始 好了 今天和各位友友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你们的收听收看 请订阅点赞转发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